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银法 李琴琴 王婷 周波等亮相 田壮壮 顾长瑞 崔健 吴世贤 张猛 李肖峰 张大雷等嘉宾也前来助阵 并对影片大家赞赏 影片在参加了去年的嘎那电影节后 为何时隔一年才上映 导演李瑞俊告诉记者 中间遇到了一些没有摄像果的问题 但最后上映的版本和嘎那版完全一样 一分不差 一道未解 路过未来讲述耀廷杨子山市 是在深圳出生长大的甘肃人 如今在深圳打工 20多年的父母决定返回甘肃农村捞家生活 耀廷看到父母在村子里生活的并不如意 他想通过自己的努力 把父母重新结回深圳生活 小混混心灵引访时的出现 彻底改变了他的生活 李瑞俊表示 影片取材于身边朋友的真实故事和新闻素材中的案例 意图呈现不加滤镜的世间百态 杨子山坦言 自己扮演的耀廷和自己的亲身经历有很多相似之处 尤其是在对家庭的责任感等方面 他的那种想要抓住什么 但是其实什么都抓不住 想要为家人做些什么 但其实什么都做不了的无力感 我深有体会 为了贴近角色 杨子山化妆时专门画出皱纹 用深色粉笔加深肤色 饱瘦 二十斤 甚至设计了雀斑 多看剧本 把自己装进这个角色里 因为你要足够相信自己 相信这个故事 你才能呈现出足够自然的表演 银坊也表示 角色需要我变成什么样子 我就变成什么样子 路过未来去年五月份 入围了嘎那电影节一种关注单元 对于影片内容是不是讨好评委 导演李瑞俊说 我们连能不能参加嘎那电影节都不知道 哪里谈得上讨好评委 曾与银坊合作过蓝色骨头的崔剑 对路过未来大家赞美 我其实特别怕这种印后 看片发表感想环节 一般情况我会偷偷溜掉 但今天我不想走 我特别想说点什么 因为我看完被感动了 这是我近期看过的最感人的国产电影 也仿给我很多的惊喜 尤其喜欢前面小混混的状态 竟然演绎的比后面变好之后更可爱 很难得 田壮壮则表示 这样的影片拍出来 就已经很难得 顾缠卫则称赞影片 很感人 不张扬 非常鲜活地讲述了这个时代 很多人奋斗的过程和青春 作者